大家好 欢迎回到环境聚焦 我是主持人萧峰 今天我们和中美会计时协会的两位前后任会长 同志敏先生和李豪先生 我们谈一谈税务问题 在谈税务之前再告诉大家一声 周日2月2号在奥日康蒂的华侨文教中心 有一场讲座是一个全方位的税务讲座 尤其如果你有海外资产 或者您是刚刚移民到美国 有很多的税务和法律和其他方面相关的知识 对您非常重要 希望您踊跃参加 李豪石 我有两个房子在北京 我现在出租了 我现在出租一个月 比如说我有4000人民币 这个钱我要不要纳税 怎么纳税 好的好的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而且大部分海外的朋友都有房子 都有房子 假如是投资移民的话 他们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报税 然后就把这个资产报出来以后 就没有事情了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税务基础 我这房子申报过了 而且我有房租也没有关系 因为房租他大部分的房地产都需要扣掉折旧 然后折旧的话在国内 在大陆这边这个房子都很贵 那那个折旧率就很高 所以通常折旧率会大于他所说的房租 所以算下来呢可能申报以后也没有税务 差一句 折旧率是按照我们美国的27年的折旧率 还是说按照大陆的折旧率算 他是按照美国的税法 不过是按照我们美国的这个27.5的这个数字 因为是在海外的资产是有不同的折旧方法的 OK 您继续 好的好的 所以他们申报起来就没有问题 那主要问题比较大是比较早一点来的移民 他们可能有一些资产不管在香港或台湾或大陆 以前没有申报过 然后忽然现在要申报了 这就是一个对国区来讲 对呀 这个小胡琴 对对对 为什么以前你没有这个房租收入 怎么忽然就有一个房租收入 那你假如说不报的话 以后卖掉的房子这钱要怎么会来美国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变成一个有点跨虎南下的感觉 说我到底申报 申报也有这么多问题 不申报也有这么多问题 我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这是一个他们需要找一个专家 帮忙做税务规划的一个事情 如果我有一个apartment在北京 我以前都没有去说过 但是现在二人在查税 我现在告诉二人说 我在20年前我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 那个时候可能就人民币五万块钱十万块钱 对对对 这个钱我现在持报给IRS 我会不会有麻烦 会 麻烦是什么 会 第一个他问你原来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假如说你来美国之前所拥有的资产 那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8938的表格 海外资产的部分 没有像现在开始查那么严 而且那个海外账户 就银行对银行的这个资讯也不发达 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查不到 所以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今年1月1号开始 还有这个 有一些银行是6月30号开始 跟美国签署的FFI的条款 所以银行的这个透明度会非常的大 所以以后只要一汇钱 比如说你一卖掉房子 钱汇到银行里面 那就有可能被查到 所以这个被查到的机率越来越高 而且通过投资移民来的客人呢 他们一开始签他们这个投资移民的application 这个申报表呢 就需要填他们的身份证号码 所以他去查他的这个资产 用他身份证号码呢 会越来越容易查 现在可能有不同的省 还不是那么发达 不过时间一久 慢慢这些东西会越来越规范 对对 你就是说 还是要小心就对了 不过同理是 其实说到钱 特别是银行银行之间的钱 在早以前美国对银行之间的很多的介入 并不是因为税的问题 而是因为洗钱法 就是因为为了监督全世界的这个洗钱的问题 其实这到今天依然是美国FBI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我也听到一些台湾朋友和香港朋友告诉我说 现在他在台湾和香港银行在和美国银行合作 就是说美国需要他银行那些资讯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在香港、在台湾这些资讯 这在法律上 有没有一个灰色空间 有没有一个灰色地带 其实是没有 没有 因为主要原因是美国 他其实通过几个不同的方式拿到这个 第一种的话是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点 剩下来有几种可能大家不太很熟悉 那我们先讲讲第一种 刚才李会计师也讲了第一种是针对一些外国银行 如果你在美国有一个分行 在美国有一个投资的话 你在这个今年 本来是去年就开始 但是它延迟到今年 在今年6月30号以前 你就要追到08年 由08年开始 你所有这些可能是你美国人的账户 那美国人 我没有说是美国公民 也没有说是美国居民 我只是说用美国人 他这个概念是包括居民和公民 的确是 还包括如果你是非合法的居民 或者是合法的公民 但是你在美国租够183天的话 也算是美国人 是 居住人 居住人 对 就变成是为什么大家有些 如果你深水清的话 看过一些电影明星 他们在美国那边拍电影的话 他们到了183天一定会走的 绝对不会留在这边 多过183天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 的确是 那这个发卡 这个肥猫的条款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就是针对是主要是这些外国银行 在美国投资的 它要申报 那其实美国还有很多 比如说最近一个大家很能听过的一个是 我们是基本上是针对G20 那G20就是大家就是全美全世界最大的20个工业 20个这个经济体 对 那G20他们基本上也签在9亿之后 他们签了一个护卫的条款 就是说如果任何一方向对方要东西的话 你签字的话 你都有这个责任要给 那除了大家说 如果G20 只是G20那是不是台湾啊 什么香港啊 新加坡都不包括在那 对啊他们不在群康街里面 其实也包括在那 他们也有同意这个说法 也同意这个说法 还有更有一个 是基本上是联合国弄出来的 那联合国那时候是要求 根据美国911之后 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助对方 然后大家一起去反恐反洗钱 无论是毒也好 逃税也好 无论是贪官污吏也好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坏事情 你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那联合国的话 基本上所有是联合国的国家 都全部都签了 除非你今天不是联合国的国家 所以其实美国有很多不同的途径 它可以要求这些东西 佟律师 如果我有一个房子 当我进入美国以后 两三年以后 我才告诉美国政府说 对不起我忘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在北京有个不动团 作为律师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的结果是 如果国税局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通常原因是因为你卖房子 然后有一笔钱过来 有三种办法你要想清楚 那你来找我的话 我三个办法都跟你讲 那你自己做个决定 那第一个办法是说 你起码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了 2014年这个时候知道 那你2013年的时候 税单以后要改正它 那意思是说 你要报 你有这个租金的收入 然后你 纳入你的 income 纳入你的 income 可能不见得 好像刚才李会议师讲 你不见得需要报税 但是你要报 有这个租金的收入的存在 然后有折旧去给它抵消 你不见得会付很多税 然后你可能也需要申报 就是说 你这个租金收入 你放在哪里 可能有个国外的银行的账户 那你就申报 跟税没关系 可能不见得影响你的税 只是一个申报 就是2013年要申报 那这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你过去那几年都没有申报 那是不是2012年 2011年 2010年 就是又哪一年 你移民来美国 开始算起 起码要算六年 或者是三年 主要是看你这个情况的大小 这有些案件比较小一点 可能改三年就可以了 有些大一点点 我们要改六年 就是过去追回去 将你的以前的税单不正确的 改回来 改回来意思是说 那你的租金的收入 你要报啊 以后银行存库的存在 你要报啊 要不要交税 不见得 要通过会计试的算一算 帮你算 可能要加一点 可能也不见得要加 有时候很难讲 你要加一些罚金 加一些利息 OK 那给你算出来 那看你可不可以接受 那刚才谈了两个办法 那第三种办法 就是大家比较 最近也听过 参加一个自首计划 那自首计划的话 那如果那两年前参加的话 它罚金是20个percent 20% 才不是20% 后来半年半年至25% 现在半年27.5% OK 那你说很多 这个不是 27.5%是悲伤 那很厉害 它是背上你那么多年 你没有申报 看哪一年是最高 比如说假如说你是八年 它算八年好了 我们算八年好了 你可能有一年是很低 有一年是很低 有一年很高 它是算最高那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是最高的 然后它要你这八分之二十七点五 那这个数字有时候算起来 可能比你现在银行的 里面的所有的钱还要高 那有可能啊 你还可能还不够 那你参加自首计划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的方法 也不见得 所以 你参加自首计划 起码你不会惹到了 牢狱之灾了 的确是 但是问题是说 我自己最近讲这几个案件的话 那我会跟大家讲 是说 什么情况之下 你看这几个案件 有些人做了 有些人不做了 那为什么 那我会将这个事实跟大家讲 那你可以拿来分析一下 跟你的案件是不是比较类似 OK 那我意思是说 不是说你今天不参加自首计划 给国税局抓到 你就会做了 没有这种说法 OK 我也不同意 外面有一些人在说 你一定要参加自首计划 我自己的经验是说 如果好像刚才肖先生讲是说 如果你在海外有个不动产 然后这个不动产是拿来出租的话 通常参加自首计划的成本 它的罚金 远远比你 刚才我讲的第二个办法 就是你将 追回个三六六年 对 追回三六年 或者是我们最近比较 喜欢用一个名词叫 Quiet Disclosure 什么安静的申报 悄悄的申报 悄悄的申报 也可以这样讲 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说法 基本上是说 你是将过去 随便改回来 按按照收到钱就好了 对 通常的话 如果你是在海外有个不动产 然后收房租的话 通常第二个办法 会比第三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就是你参加自首计划 远远要省钱一点点 然后你无论是你的律师费 你的会计师费 还有你国税局的罚金 远远都要省钱 那我给你一个很 很很很很现实的例子 我跟大家分享 假设你在海外有个不动产 随随便便 那些我们说是 一千万美元好了 一千万美元的不动产 那如果你自首的话 这一千万的不动产 八分之二十七点五是罚金 你要交 但是如果你用第二个办法 或者安静的配录的话 你只是改过去 说这个不动产 这一千万的不动产 他每年收的租金 因为你没有申报 那你这个租金交回来 我付你的 但是这个一千万 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本身 跟这个税没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出来 有时候我自己最近一个案子 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罚金是一百六十万美元 如果用第二个办法的话 他的罚金是七万美元 这也太大了 现在太远了 这个客人是在北加州找到我的 然后他已经参加了一个自首计划 然后到最后要给一百六十万 然后他突然间想说 我们要不要找一个第二个意见 找到我 那我说 这位老先生 我说你已经八十八岁了 我认为你做老机会可能不是很大 第一你不用做了 第二 如果这个安静的计划 比你这个自首计划还要省钱 然后省那么多 你要不要跟我来一个打赌 我帮你推出来 那其实我是帮他退出来 就是他参加自首计划 我帮他退出来 然后我就说 我自己认为你可能就罚七万块钱 那我认为你不会做了 那有这些理由 他同意我的说法 我现在帮他做这个 所以看来这个 在操作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转环的一个空间 李律师 这是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海外有资产 我们现在到来申报 这个现在 特别是在今天IRS 到处都在喊海外资产的申报问题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还有一部分 也就是说 特别是有些朋友说 我海外资产比较大 我在进到美国之前 如果做一个财务规划的话 会不会对他以后的税务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好 那做一个税务规划 是对他以后的税务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帮助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同胖一师讲 有的时候是天壤之别 你看你还没有做税务规划 有做税务规划完全是不一样的 税务规划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有一个tax basis 有个税务基础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就你来美国之前 我在美国之前就已经有这个资产 跟美国一点关系没有 那之后我来的话呢 我只是把我以前赚的钱移到美国 那这就没有一个税的问题了 就是我把我原来的资产 假如你原来不申报的话 就表示你没有税务基础 你每次会钱进来 你就要解释这钱怎么来的 而且还要解释 为什么当时没有申报这个钱 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今天非常感谢同会长 再来与李会长 感谢二位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